哈喽大家好我是一颗知了 今天打算是这个拉斯的芝士炸酱面 还有两个鸡腿两个蛋挞 今天的甜点是这个拉斯麻薯三明治 就是中间还有一个咸蛋黄 先倒个饮料 今天买了一个茶 茶类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赏一下会不会拉丝 看这黏黏乎乎的 满满的都是芝士 倒个辣椒粉 是不是有食欲多了 这个炸鸡腿 这个算是我们学校 比较好吃的一个炸鸡了 然后它这个鸡腿我特别爱吃 尤其是这个辣椒粉 里面还有这种汁水 再来一个 待会换这个手套 吃这个三明治 这个里面还有那种糖的颗粒 就是广东人可以接受的辣 其实我感觉它不算辣 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辣味 主要是一些甜味 优优独播 再来一口这个炸酱面 然后继续赏一下那个甜品 这个炸酱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个牌子的 就是目前吃来说 我感觉它比三样好吃多了 三样他们很多时候好吃 但是我真的对不到它的好吃 拉丝虎皮三明治 它这个是两个的 中间还有一个咸蛋黄 像这样的上一口 中间还有肉松海苔碎 我觉得味道还好 吃多了会有点腻 但是出就刚开始吃的话 还是比较能解馋 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吃这样的搭配 这一层很大的 也是咸蛋黄调的 我觉得整体稍微有一丢丢偏甜 就是它没有什么层次感 每一层吃起来味道都挺像的 我感觉这个芝士没有什么奶香味 奶是安家的 一点失望了 上一个蛋挞 这边面有点辣椒粉了 蛋挞挺好吃的 它就是那种挺普通的蛋挞 但是我会平等的平安每一个蛋挞 感觉蛋挞都很好吃 吃贵的 不味道 鸡蛋挞的 我多吃点 就会很挺有趣的 记得值得 两个蛋挞 Erst 四个蛋挞 一廢 好像还有一个串长起来了 长这样的 这个串特别好吃 是奥尔连味的 就是没有任何的花样 它就是单纯的好吃 这串是夹够的 夹两块钱 我觉得太划算了 我现在对我的厨艺 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就煮个面也能煮得这么难吃 太想吃了 他们家还有这种肉的颗粒 我把稍微有一点糊的挑出来 因为我在热那个姿势 我也不是很好把握这个锅 算了就这样吃吧 把这个灯塔吃 我们大概还上四周的课 就可以考试 考完试就可以回家了 让我好好规划一下 这要干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